那這個部分怎麼辦? 我們那裡是不是都整個資料夾了? 對,我們是基礎版 那現在是不是有學到像Photoshop 學到那個影像編修跟FB的部分 影像編修我們會用Photoscape Photoshop的部分比較深 那我們學比較淺的 我們會用Photoscape來帶 就是基本的編修啊 那些都可以教的啦 就是先學那個FB那一塊 還有電子郵件那一塊先學 所以我們從看學到現在大戰來講 我出了說今天會上網 會打字那些之外 像等於說上網、遊覽、身體 包括說FB都可以很輕巧的 對,尤其社團那一塊先玩嘛 就是FB的社團 因為那一塊現在比較時尚 就是比較流行 然後可以先玩那一塊 因為才慢慢把相片編修得更精緻之後 就可以上傳跟大家分享 尤其用自己的相片 比較沒有版權的問題 貼過來之後 你再看一下說圖 我是不是剛好就是這四張 是 OK嗎? OK 可以齁 好,我再講一次 就是FB啊 就比較會用的 對 還有就是今天是相片 上一期我就比較聽不懂 那這一次就講什麼印象 那所以說在這期上課之前 你對FB比較不了解 對對對 包括說怎麼放相片放影片 都比較不了解 對對對 在你學會可以知道這些 那這樣是不是實用啊 很實用啊 對 我們進來之後 是不是他只要四張而已 是 所以我在桌面 或者在我的文件 那我們現在畫面在桌面 就在桌面 等等來講學的東西 的東西多不多呢 多很多啊 很多很好啊 非常好啊 老師在講課都蠻 他很生活化 對 所以像你們從開始 從基礎先進入方面先學起 那這樣一路學起來 會不會很困難 不會 很容易很容易上去 很容易上去 謝謝 謝謝